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尚嘛 时尚就是 社会 对 对 对人的那个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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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自 自信 坚定吧 连说话都在发抖 你记录自信也不坚定 而且还说谎 你过来 你把那个桌上的照相机拿过来 拍下在这个房间你认为 最贵重的东西 也设计在托这么确定 好 好 为什么拍我 您是主编吗 我想 在这个房间里头 有很多东西都比我贵重 比如 时间 比如 我桌上的样书 再比如 在我书柜那边的 二九年Coco Chanel纪念版 你都没有注意到 你不仅缺乏了观察力 而且 还试图走捷径的方式 我不需要花钱 去不用一个派我马屁的人 您还没有听完我的解释 就下这样的结论 是不是太早了一点 我想问您 您凭什么这么羞辱一个 您根本不认识的陌生人 就因为我是求职者 而您是决定能否让我做上这个职位的人 你没有权利怎么做 我站在镜子面前说自信坚定的时候 那是因为我自己 希望我自己能成为这样的人 而我拿相机拍您 是因为我觉得 主编代表着一本杂志的灵魂和气质 对 我现在是不懂得什么叫时尚 可是您能保证我以后也不懂 不好意思 耽误您的时间了 再见 那个谁 那个谁呀 这 你被录取了 第一 从现在开始 你要牢记你听到的每一个字 第二 我是首级助理 上级 你是初级助理 是下级 第三 你首先 为我刨腿 我不在的时候 才能让你为主编跑腿 跑腿 废话 助理不跑腿 跑什么 请你学会用嘴说话 因为主编在跟你说话的时候 根本不会看 知道了 是吧 喂 hello Pierre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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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 快快快 你来进 哈喽 好 等一会 我会保持 再见 对方说呢 比埃尔先生是做明天早上法国航空公司的AF8090号航班 准确到达时间是早上五点十五个让我们去接机 他说他没有带随行人员就一个人 但是行李很多 让我们找一个大一点的车去接 好吧 你今天可以走了 明天上班第一个任务 接机 皮尔是什么人啊 我的天 你这个问题最好别让主编听到的 皮尔是什么人 皮尔是全世界时尚界里最著名的经理人之一 实际上很多大名鼎鼎的摄影师都是他的人 你最好上一下百度搜一下皮尔的资料 别明天见了这疑问三不知的 哦 方令仪 如果你再让我听到你发出的声音 你就找到大美了 对 对不起 主编 他被录用了 怎么可能 难道他是主编的亲戚熟人 当然不是 哪大父母上王兄弟是在 主编起了岁影之心 动了慈善之念 绝对不是 哪大真的过了 主编免施的梦会三观吗 不可能 要是真的 咱们俩的名字倒过来写 莫名其妙 倒过来 奇妙莫名 我看这倒是唯一的解释 主编 怎么样 我的眼光不错吧 有别的事吗 丽兹在创刊里上 突然撤掉广告这么大的事情 主编 您的广告总监 事先一点觉察都没有吗 真以为他已经不是我们的广告总监了 可是他毕竟丢失了像丽兹这样的大客 你呢 就管好你自己该管的事 客户方面 你不需要操心 comfort 客户压低价格跟我们抢广告商 flore 主编 看来这几年 你跟北户 blog選手 那之亏集 还真的不淺吗 吗 我来 主编 我来 慢点啊 去店 好 沈凤 广告总监的位置 你说了一个晚上啊 我觉得没有人比我更有能力 来坐这个位子 你说 要说关系吧 哪个大品牌商不知道我瞧美美 要说能力 杂志社的运营 我哪一块不是了如指掌 还有 更重要的一点是 那我对你的忠心 还有人能理吗 所以呢 广告总监的位置 我只要抓在手里 那么韩璐她在韩上 就不可能一手遮天 美美 我是希望你跟韩璐 一起帮我把韩上办好 而不是跟她打仗 这我当然知道了 你这个老话头 以为我心里不知道你在打什么算盘 你说这个杂志社也真是的 怎么能让一个刚刚上班的小姑娘天不亮就去机场接人呢 工作嘛 服从安排是第一啊 再说了 让田田去机场学重要客人 这说明杂志社重视田田呀 这也是 这些表都调了吧 都调好了 你睡吧 我会准时叫醒田田的 你明天上午有课 你睡我来叫 课是明天十点的 我叫醒田田以后可以再睡呀 干脆咱俩都别睡了 有你陪着聊天 免得打瞌睡 那好啊 那你说吧 是什么 雨后的街 是鹿的鞋 唱片店里 飘出的平月 一条短信 一字妥协 喂 起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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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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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啦 起来啦 快起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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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爸 老爸 你们怎么还没睡呢 老爸 你们怎么还没睡呢 老爸 你们还没睡 不要动 不要动 保持原样 保持原样 保持原样啊 等我下班回来呢 我要拍照留念一下 今夜女儿第一天上班 她可怜的老爸老妈都互涂之情 不要 老爸 老妈 我们快去睡觉好不好 我收拾收拾就出来了 雨后的街 是路的鞋 一条短信 一刺妥协 一种被人宠爱的错觉 一座城市 一个未知 荒乱一世 我的过去是 丽姨 这边马上就要来了 你快想退去吧 我们想过的老大 都没有把你想吃什么办法 这边来了 来啦 好 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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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眼睛等待 像那张墙上的卡通画 哎呀哎呀 我自有办法 别再啰嗦 要走就走吧 不哭不哭 一点小惩罚 不过是青涩的代价 等痛过后 我变得伟大 所有疑问 我来为你解答 一座城市 一个未知 荒乱一世 我的过去是 喜欢欣赏 好远崇拜 自信才是 我的信心 皮儿什么时候会到了 好 嗨 还没写 接到 喂 方令仪 我一直站在原地 哪儿都没去 可她一直都没有出现 你个笨蛋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接不到人 就变回来了你 她同怀 疼痛过后 我变得伟大 所有疑问 我来为你解答 她还敢回来 她马上就要被炒鱿鱼了 我们又要迎接一个倒霉鬼咯 对不起啊 我一直都在出闸口那里等 我还去了广播市长呢 反正咱们俩也死定了 你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吧 小车 好的 主编 王楠 准备车 主编 车准备好了 主编 您 您去哪儿啊 去找被你们两个弄丢的人 周恬 在主编身边 不达几百分之二百的精神 随时都有阵亡的可能性 你犯了天理 我得传来责任 你做了任何措施 都等于谋害我 你知不知道 我的巴黎 完了 是 对 但是这 我认为 我已经已经学到我的英文 真的 我认为大家 我认为你做得到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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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做 很久 你很驚訝 你知道嗎 在一瓶 我必須要換我的航空 我只是要叫你,我很抱歉 沒關係 先生,謝謝你來找我來 你很歡迎 但你愛我 謝謝 好,好 你來韓向嗎 好 你可以做的 苏芒 你不介意的话 你可以到我来上去 不用了 谢谢你 不过我想提醒你 可是她打电话约的我 你们两个美丽女士 在说什么 没什么 我会给你驾驶 好 走 好 走 再见 连我这个前台都知道 如果天二能和我们海上合作 会给我们海上带来多大的好处 而你却连个人都接不到 主编助理啊 要不都是你这样 那我也能当了 走 周田 乔总监 别太自责了 乔总监 你能不能告诉我 没有接的皮爱尔对韩尚 到底有多大的损失 皮爱尔手里啊 有一批顶级的设计师跟摄影师 我们要是能跟他签约 那么他们设计师的新品发布 我们就有优先权 而我们的平面照片 也有可能由他们来操刀啊 你想想 这对我们韩尚来说 那枪是多么大的一个提升啊 是我搞砸了这一切 哎呦 你还真敢担责任啊 我告诉你啊 那个皮爱尔 他根本不是从巴黎飞来的 他是从东京来的 东京 对呀 他改了韩班 却没有通知我们韩尚 而是让淑女杂志接机 哎呦 这里边呀 牵扯了不少的关系 那是你这个干来的新人 就能明白的呀 哎呦 好了好了周田 你放心吧 嗯 主编要是怪罪你呢 我替你搬着 谢谢乔总监 不用客气 那我先去干活了 嗯去吧去吧 主编就是主编 不佩服都不行 哎皮也没丢 咱俩是不是就没事了 喂 通知CC造型的阿妙 晚上七点 我要和皮尔请他在王府饭店见面 我的咖啡怎么还不送进来啊 哦 马上 不是 我来看看 我不是一个人 喜欢黑色 我不是一个人 我还记得 我还记得 有人 在你身边 叫 阿安 对吗 他也喜欢黑色 他现在住在美国 对吗 它已经很久了 我刚才跟他聊到最后 谁 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我身上的助手 我的名字是周恬 你像我的新助手 你的新助手是刑事 不是 我从来没有这样过去 我认识你已经有三个助手 但现在你改变了一个 好的 让我的助手带你来 好 没问题 我愿意你所有的幸福 好的 再见 谢谢 请我 再见 拜拜 太明 韩璐 跟你打听件事啊 Mr.Pierre最近有他的消息吗 这样 好 我明白了 什么时候回北京啊 好 回来见 嗯 知道吗 原来Mr.Pierre 他已经负债历历 而且现在是谎话满嘴 所有他旗下的设计师 都不跟他再许约了 在欧洲混不下去了 然后现在可能要到中国来发展 那他肯定是 会跟不少杂志社联系咯 不止我们一家 那当然 要不然他改班机 为什么不通知我们呢 让大家归宿去接他 看来 我们是不会跟他签约了 有事吗 哦 这是下一季 流行妆容设计方案 嗯 一共两个 敬请主编大人定夺 主编 对不起啊 没想到第一天上班就出错 我一直以为自己不笨 可是没想到 连最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好 还连连别人 明天我就不来上班了 希望您能找到一个 能够帮助您的助理 对不起啊 昨天在这理直气壮跟我说话 那个劲儿到哪儿去了 你今天的工作 就是站在这里看我吗 是吧 奇迹第二次发生 难道你有什么魔力 我 今天所有的事情都交给新的主理 这是今天的任务单 和你需要的所有东西 削十五支铅笔 都在里面了 到对面的洗衣店 取衬衣一件 外套一件 围巾一条 围巾你要敢洗啊 你当然是不需要了 到Lawrence的设计室 去两项配饰 十点半之前 到餐厅将主编的午餐改为全宿 到心心健身房找李先生 跟他说他周日的新品见面会 韩主编不能去了 这些不能打电话说吗 他从来不用电话 买七十六号果绿色羊肉马桶软垫 安装在杂志社公司的A3号专用隔间 我的咖啡怎么还不送进来啊 好的好的 好的 A版 主编答应我姓A版 你拿着什么东西啊 A版不是摆在最前面那个吗 我的天啊 我是造型师啊 你到底要请再见啊 你要的电话留言在他那里 你少他 谁是在我这儿了 你问他 你告诉他 我们俩是同一天来韩上的 是我得听他的 你问他我是不是比他早来韩上三个小时 喂 我只是想说 能不能先把留言给我 完了之后你们再慢慢找 不能 你看看你看看 这十五只铅笔十五个长短 你让主编怎么用 太凉了 换一杯 可以 好 你可以 陆总监 拿 拿 拿 这个 这个 可以带下 是主编让我来的 就是 你在笑什么 我觉得差不多的 干吗换来换去的呀 你以为你在哪儿啊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我没想到 这是这么严肃的一件事情 倒霉孩子 我原谅你的物质 你下去吧 好 开吧 主编 你看 我在中国大饭店 碰到了资生堂 中国公司的宋总 我们俩当时站着 就超定了协议 先签一年 每期四十个版面 费用呢 比值钱力值啊 高出百分之十 你看 现在就等您签字了 哎 除了资生堂 猫猫珠宝 跟我也有进一步 异想接触 主编 我想请问一下 韩上的广告总监人选 你是怎么考虑的 你看 现在广告部 没有人具体负责 很多事情都不太好办 所以我看还是 应该尽快地定下来吧 主编 那你千万字打电话 通知我一声 乔总监 四身堂 是你给韩上的一个大惊喜 那主编还会跟皮埃尔签约吗 当然不会 我想 苏盲的巴刹也不会 好吧 那我先出去了 尚总 哈喽 韩上广告总监的人选 你定下没有 正在物色 如果你那里没有很合适的 我看就考虑乔美美吧 你们相交多年 配合起来比别人更有默契 尚总如果您决定的话 我没有任何的意见 我相信尚总应该已经知道 乔总监送给韩上了一份大礼吧 好 污天 崇孟 你怎么来了 借你下班啊 多远哪 倒了几趟车啊 到我这儿我才知道 我绕路了 下次我倒三趟就行了 你笨死了 第一天上班怎么样 适应吗 挺难说的 我觉得很复杂 没事 第一天嘛 适应就好了 也许 这儿的工作就是这么复杂吧 加油 加油 你们那儿也太复杂了吧 我听着也不像什么 这儿把你工作 不是跑特打杂 就是人际关系 要不然就是搞帮派斗争 这白领的工作 也太复杂了吧 不不不 我们那儿不就挺好的吗 行了吧你 人家发哥说的是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这说的是人啊 你们那儿除了你和王师傅是人 剩下会喘气的 那都不是人 天天 我看要不你就别干了 我就不信工作都那样 你说你一个名牌大学的毕业生 凭什么受这份气啊 是啊 我也觉得你周田 应该不是进什么通讯社 就是哪家大报纸 谁知道你却进了 进了一个什么来着 是什么 韩上 听听听听听听 韩上 这名 莫名其妙的那么奇怪 韩上 你真的在那儿工作啊 这可是韩璐亲自创办的杂志 听说这个女魔头超级难搞 助理平均三个月就要换一次 但是 能去给她当助理 是很多女孩梦寐以求的机会 从她那儿出来 都能找到特别好的工作 周田 这对你来说是个好机会 你要加油 我不熟悉那里的环境 第一天上班就犯了一个超大的错误 还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继续待在那儿呢 其实吧 我现在的工作 就是一个跑腿打杂的 一天忙下来 其实什么都没有学到 那就甭干了呗 你说挣这份钱多委屈啊 淼淼 不是每一个人都像你 含着金钥是出声的 每天吃客玩乐的 你说说你 啥时候为钱筹过 就是 你可以不上班就不上班 因为你的老板是你的亲爹亲妈 我的老板可是你 我要不踏踏实实干活 我拿什么钱给你的凤兰交租金呀 你们怎么都说到我头上来了 我是找你们了还是惹你们了呀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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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老板 我给你放松放松 来吧 你要干什么 别闹了别闹了 那么多快人都成了 忠意推拿 成了我 考验 不是吧 真累成这样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在快递公司送快递呢 好了好了 不管怎么样 那我们还要祝贺甜甜找到新的工作 来 为我们都能自食其力 干一杯 干杯 我啊 有你们这帮朋友当我的靠山 还有什么过不去的 没问题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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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我问你 明天需要开家长会 你肯定不去了吧 药吃了吗 这药啊 我恨不得一天吃它六顿 只要以后呢 能去给康康开家长会 不忘记老师都说了些什么 我也就知足了 没事的 明天我就叫我的助理 跟康康的老师电邮 家长会他说些什么 我全都知道呀 你跟老师可以邮件联系 你跟对象也能邮件联系吗 对象 你真的想一个人过下去啊 妈 我一个人过得挺好的 操什么心呢 来来来 我帮您铺床睡觉 别擦了 走 好吧 听你的 别操心啊 五月十一日 晴 第一天上班 我却是沮丧的 甚至有个奇怪的感觉 在寒上 就像是在做梦一样 因为一个错误 我被罚得整整一个下午的 跑腿 最清晰的 是寒露那种女王般的模样 在真实的生活里 怎么可能有女王嘛 除非是在做梦 今天犯了这么大的错 我 明天 我又会遇到什么呢 我又会遇到我 我又会遇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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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会遇到我 像水味道太陷落 oh no oh I late again 一双鞋子消失不见 十点离开我乱想问我哪里无残 问暗对见如无声心动心情折胆 十一点点酒馆脸色比我难堪 刚刚见过老板双腿还在打颤 十二点她正式出现 人来一轮一片 或许该告诉她 偷说你已服敌人经验 装束随意一些 声音沙哑一点 这样做也惜我更喜欢 你是男车路的模特吧 您是哪位总监的贵宾呀 我马上走吧 小总监约了我 那跟我来吧 跟我来 走 广告总监的位子 只要被我牢牢地抓在手里 那我就 完全有资本跟寒露看衡 你也太高估寒露了吧 我告诉你啊 在他面前 你可千万不要钓鱼轻心啊 你到我身边来 就必然要成为我的第二双眼睛 咱们俩联手 把寒露赶出寒散 我会给你 这个行业里 这个职位 最最高的待遇 那上风 他能答应吗 他不答应 这个老花头的钱 不拿 白不拿 你不应该